嫂子 我妈今天出院 你给我妈办完出院手续后 就把她接到你们家 好好照顾她吧 我为什么要把她接到我家 她想去我家 门都没有 她不去你家 那你让她去哪里啊 难道你还在接我妈的仇吗 现在我妈都不能下床 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你就不能大肚一点 大肚一点 你让我怎么对她大肚啊 我怀孕七个多月 不能做家务 她就让我跪在地上擦地板 我做月子的时候 她要么是让我吃剩饭剩菜 要么是让我吃馒头咸菜 在整个月子里 我没有吃过一次肉 就这样 她还到处去跟别人说什么 我矫情 只会她做这做那的 你让她自己说说 我做月子的时候 她有管过我吗 这都是些沉枝漫烂骨子的事 而且我妈也给你道过歉了 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 你自己小心眼 这能怪别人吗 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老是喜欢翻旧账啊 你把自己的伤疤 揭开给别人看 你以为别人会同情你吗 别人只会把你当做笑话看 所以你要学会大肚 你要尝试去原谅我妈 你原谅我妈 也是在原谅你自己 事情没发生到你身上 你这上下嘴皮子 一碰就能过去了 但对我来说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 像你这样的人 我得离你原点 免得雷劈你的时候 连累到我 我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把你妈 接到我家的 你是她的女儿 你妈就应该你来伺候 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我也有我的婆婆需要伺候 怎么能把我妈接到我家呢 就算是我愿意 把我妈接回家 但我老公也不同意啊 我妈这个嘴太碎了 我老公现在看见我妈 就像是看见仇人一样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而且上次就因为 我妈说了几句 我老公的坏话 就被我老公 狠狠地打了一顿 牙都给打掉了 女儿啊 我可不愿意去你家 你那个老公 实在是太没素质了 我那天就是随便 说了几句她的坏话 谁知道她居然跳起来 就给了我几巴掌 我刚向的假牙 都被她给打掉了 我现在看见她就牙疼 妈 你最好是不要去我家 我老公现在对你 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你也知道她人高马大 脾气还特别暴躁 她要是在跟你动手的话 我都拦不住她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我是坚决不同意 让你去我那住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你这不就是 不想给你妈养老吗 找什么理由的 哼 我本来就是嫁出去的女儿 没有给我妈养老的义务 你作为儿媳妇 难道不应该 给自己的婆婆养老吗 我只知道 作为子女 是有给父母养老的义务 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做儿媳妇的 一定要去给公婆养老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又怎么了 哪怕是你嫁到外太空了 你也是你妈的孩子 女儿家 我那个女婿脾气太暴躁了 我这辈子都不愿意 跟她再打什么交道 我就要去我儿子家养老 你凭什么不让我去 我家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吗 你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不回来 现在这个家我说了才算 我说不让你进门 你就进不了我家的门 你真是个可恶至极的人 我这个做母亲的 都还不能去我儿子家了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他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随后 婆婆便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阿坤啊 你看你娶的这是什么老婆 你再不管管她 她就要上天了 今天医生让我出院 你也知道我这刚做完手术 不能下床 需要人照顾 可你老婆居然不肯管我 你赶紧去好好收拾收拾 你那个老婆吧 妈 你先去我妹妹那里中 难道不行吗 你以前对我老婆太差了 而且你还动手打过她 她肯定是不愿意去伺候你了 我哪敢去你妹妹家呀 你那个妹夫就是个没素质的人 两三句话没说好 她就能跳起来打我 我现在一想起你那个妹夫 我就牙疼 儿子啊 我就要去你家 我就要你老婆来照顾我 我可就你这一个儿子 你不能让我无家可归呀 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无家可归的 我这就给莉莉打电话 我一定会好好说说她的 莉莉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那可是我的亲生母亲 如今她刚做完手术生活 都不能自理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伺候她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打工 每个月都往家里给你打钱 可你去这么对我妈 你说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你在外面打工是很辛苦 但你一个月就往家里 转一千五百块钱 这一千五百块钱 承担我和你女儿的生活费 都已经很困难了 你凭什么觉得 还能去承担你妈的生活开销 一千五百块难道就不是钱了吗 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多呢 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看你这就是不知足 别人的妻子都知道 对自己丈夫嘘寒问暖 可你就会冷言冷语 你这就是在无视我的付出和努力 你不要说你已经很努力的 如果是一年两年是这样也就算了 可我们俩已经结婚五年了 咱们的女儿如今都已经快四岁了 还是这样 我在家里不仅要照顾女儿 还要去打零工 就这样 我一个月还能挣个两千多 我实在是不知道 你跑一千多公里打工 到底是为什么 我指望不上你就算了 你还想要给我添麻烦 要是我把你妈接到家里 那我连出去打零工的时间都没了 那你让我和女儿怎么生活 难道就靠你每个月 给的那一千五百块钱吗 再说了 你忘了你妈之前是怎么对我的吗 她对我不尊重我可以忍 月子不管我也可以忍 可她还动手打过我 你觉得我可能会去照顾她吗 哼 我看你这就是在抱怨我不挣钱 你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人 你要是非这样说 那我就是那样的人 说真的 我都不知道我和你结婚 到底是在图你什么 咱们俩结婚的时候 你没买车没买房 甚至酒席都没买 而且彩礼就给了一万块钱 刚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怀孕了 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自己跑去外面打工了 连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都没回来 孩子出生后 我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带孩子 这其中的艰辛你知道吗 我经常一个人在夜里脱脱抹泪 孩子半夜发烧 是我一个人冒着于把他送去的医院 而我自己却不敢生病 我要是生病了 那这个家就倒了 上个月我哪怕是发烧38度 我也是咬着牙去工作去照顾孩子 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结婚的这五年来 我知道你在外面也不容易 所以我只要一有时间 就去打零工补贴家用 因为我不想给你太多的压力 我自认为我对你已经是够好了 可你如今居然说 我是个只认前不认人的人 行 既然这样 我也没必要为了你这种人 再坚持下去了 咱们离婚吧 莉莉说完便挂了手中的电话 而婆婆听到儿媳妇说要离婚 这下终于是知道害怕了 儿媳妇啊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好好的离什么婚 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你要是不解气的话 哪怕是给我挤巴掌也行 如今我也老了 以后肯定不会再欺负你了 你就原谅了我吧 对不起 我是个有素质的人 我可不敢动手打你 我怕你万一再赖上我 你现在虽然是老了 但并不代表你以前 对我的那些伤害就能过去了 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你是我儿媳妇 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就应该要伺候我 你不伺候我就是丧良心 人在做天在看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这句话我也想送给你 但凡你以前能对我有善一点 对我尊重一点 现在我肯定会心甘情愿地去伺候你 给你养老 你有现在的下场 都是你自己做的 怨不得别人 我不想再和你们都说什么了 我要回家接我女儿放学了 嫂子 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我妈怎么办 你难道是想让她流落街头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不管我妈 我就去起诉你 不慎养自己的婆婆 行啊 你想起诉我 随时都可以去 我等着你 还有 你妈有你这个女儿 在身边还能流落街头 那她还真是白养你这个女儿了 说完这句话 莉莉就离开了这里 而女儿在没有办法下 只能是把母亲带回了自己的家 可是这个母亲还是没收敛自己的性格 三天两头的各种找事 闹得女儿女婿一天一夜 这个女儿也离婚了 故事的最后 这个婆婆和女儿被女婿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母女俩人 只能是在外租房 相依为命 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莉莉做得对吗 我 受伤疯了 幻子 幻子